谢时安在我面前第三次提到那个穿越女时 我试探地问 如果我同意你那切 她愣了下 如是重负地开口 你是我的正妻 全凭你做主 直到合理的旨意下来 她才明白为什么我忽然松口 谢时安咬牙切齿地问 那切是你同意的 如今你又来唱这一出 你究竟想怎样 我能怎么样呢 不过是文君有两意 故来相决绝 谢时安带人将已经出城的马车截住 慢条斯理地掀开车帘 对我伸出手 阿锦 是不是我在你面前太过温良 以至于让你忘了 我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我穿成了一本旧熟纹的女主 拯救了那个美惨强的病娇少年 我陪她从岌岌无名到当朝首府 她说 我是她永远的角角月光 可后来 她站在了权力的高处 每天面对无数诱惑 我成了后宅的妇人 每天面对无数的琐碎数物 我们成亲的第七年 她开始与权贵子弟们私混 有连于各种聚会 接整个上京的美人都来了 可有能入眼的 有人调笑 你的眼光自然是不错 个个都是角色 她低声愧叹 真羡慕你尚未成婚 还能风流几年 那时 我正端着醒酒汤 站在望仙楼包厢外面 包厢里面 女子的娇笑声连成一片 有人嗨嗨一笑 小爷就算成了亲 照样想风流就风流 比不得时安兄 就守着夫人一个 如今这样感慨 可是后悔了 那倒不至于 她低笑一声 不过是觉得 从前一直在爬山 如今站到山顶一看 人生不过如此 你要当圣人吗 自然领会不到 这左拥右抱 有人亲了左边的女子一口 红袖天香 有人捏了右边的女子一把 一时间 包厢里娇笑呻吟不断 人生不过数百年 时安兄早些想明白 才能早些快活 有人继续劝导 是吗 谢时安低声问 声音有些枉然 我明白他的枉然 他从最底层 一路爬上权力的顶端 权 钱 色 他已经体会过前两个的妙处 至于第三个 他身边的权贵同僚们 日日混迹风月场 他身处其中 耳濡目染 很难不蠢蠢欲动 可惜当年我与他成亲时 我曾要他立下誓言 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晃晃脑袋 将回忆赶走 又听见有人道 你守着嫂夫人这么多年 也算是人之意尽了 况且他还不能生 你偌大的家业 总要有人继承 三七四妾本就寻常 你如今未高权重 朝中想与你联姻的人 如过江之计 你只要告诉嫂夫人 人在高处 身不由己 在许诺他正气的位子不动摇 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谢时安沉默了一会儿 摇摇头 你们不明白 他为了我放弃了许多 我确实为了谢时安 放弃了许多 当年攻略完成 我本可以回到 那个自由平等的时空里 捏着万贯家产 享受人生 你不知道 我为你放弃了多宝贵的东西 所以你此生只能有我一个 我红着眼拒绝完系统 恶狠狠地说 那时候 谢时环满心满眼都是我 听我这么说 急忙紧紧搂住我 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现在想来 那真是没有体会过 全是逼人 富贵迷人眼 才能说得出这样天真的话 当年我也是个傻子 竟然信了他的话 谢时安品行不算坏 如今依旧勉力坚守着他的承诺 可我知道 他已经开始厌烦与不甘了 我看着面前 已经热了好几遍的夜宵 问丫鬟 大人还在处理公务吗 丫鬟回话 大人还在书房与人谈事情 说今日就先在书房 警夫人不必等他 谢时安慰不好 每顿吃得不多 又容易饿 所以睡觉前 我总是记得给他备一点宵夜 我起身重新给他煮了一碗酒酿园子 亲自送去书房 刚踏进书房的院子 便听见书房隐隐有声音传来 有人在吟诗 江畔和人出见月 江略和年出赵人 那声音雌雄莫变 我问门口的长随 谁在里面 长随回道 是安平侯林家的三公子 安平侯府是京中的新贵 本来驻守在西南 因打了圣仗 刚得了爵位搬入京中 我依稀记得 他家只有两位公子 并一位小姐 我走到门前 侧身藏在阴影中 顺着门缝望去 谢时安正对他拱手 与之贤弟这句真是神来之笔 谢某甘拜下风 那位林三公子 生得唇红齿白 肤白貌美 我一眼就看见了他的耳洞 家具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那位林三公子 惊骚得点点头 我冷笑一声 家具天成不天成我不知道 后一句改成妙手飘窃之 倒是更应景 原来 也是一个穿越女 时候不早了 我先告辞 明日的京郊围猎 期待时安兄的表现 林三起身告辞 那明日 不见不散 谢时安语气浅犬 双目翼翼 犹如星子闪烁 谢时安结束得并不晚 但他一整夜都留在书房 次日 我们一同乘车去京郊的围场 我跟着接引太监去了女眷席 谢时安已经换好一身浸装 与林三并排骑马而来 两人靠得很近 低头拥用细语 我神情有些恍惚 直到一只剑 擦着我的并边过去 我虽惊了一下 但依然窥然不动 那是林三的剑 剑上还有一只大燕 那只大燕 不知怎么会停在我的身侧 所以林三才放剑的 他大大咧咧地冲我抱拳 谢夫人莫怕 我的剑很准的 谢时安黑了脸 三步并坐两步走到我身边 将我护在怀里 呵斥到 于知 你简直胡闹 急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剑法 断然伤不了你家夫人 那也不许将剑对着他 哼 知道了 林三起码离去 谢时安安扶了我一阵 才骑马追了过去 竟然就这样轻轻接过了 那一日 林三出尽了风头 他向茂易里 剑术又好 列了一堆兔子狐狸 大方分给众女眷 大家交口称赞 周围的女眷 纷纷低声打听 他是哪家小公子 动了结亲的心思 而谢时安起码跟在林三身后 尽管他掩饰得很好 我依然捕捉到了 他眼眸中一闪而过的经验 我看了他很久 而他一次也没有看向我 但谢时安也曾这样专注地看向过我 他从前是我家的家奴 他长得过分秀气 我三哥在奴隶市场 一眼便相中了他 说是将他买回来当长随 却也是存了肮脏的心思的 我那会儿是家中不受宠的庶女 要护着他并不太容易 父亲是镇守边关的武将 家中男女都要习武 为了尽快讨父亲欢心 早点将谢时安就到我身边来 我没日没夜地锻炼奇术和射箭 想在秋日的围猎里拔得头筹 那年秋日围猎 我冲进密林深处 撞见我三哥对谢时安欲行不轨 本该射向猎物的剑 射向了我三哥 剑从三哥左肩穿过去 那个酒囊饭袋竟然被吓昏了 我的马在谢时安面前停下来 我跳下马 问他 你信我吗 谢时安仰头看我 眼神灰暗不明 片刻之间 他说 我信 我朝他灿然一笑 那你背着我三哥回去 只做什么都不知道 相信我 我一定会救你的 那一日 我与一只白狼王殊死搏斗 最终将那狼王射杀于剑下 我满身是血 一拳一拐地回了营地 将狼皮包下来 献给了父亲 父亲很高兴 因为他年轻时候 也猎杀过一只白狼王 他满意地看着我 许诺我一个愿望 我扬着头交金地说 财博一得 忠仆难求 我要三哥身边那个忠仆 听说他背着受伤的三哥 走了十几里地 父亲哈哈大笑 点头应允 我富家的女儿 何该如此 后来谢时安与我成亲时说 从那一刻起 我的目光再也无法从你身上一开 我自幼孤苦 尝尽这世上的险恶 从不信神佛 但若你是神明派来 我的身边的 我愿从此做世间最虔诚的信徒 我信了 回忆让人枉然 我谎称身体不适 早早离席 谢时安回府的时候 我正在擦拭我的弓 我从前摆不穿扬 后来右手受伤 再也拉不了弓 谢时安急不上前 握着我的手 阿锦 听说你不舒服 怎么不早点休息 我拿开他的手 细细将弓擦好 你记得我的右手是怎么伤的吗 谢时安垂谋 前缘32年 你扮作普通商人 为当今圣上 那时的九皇子 送一封密信去他的封地 于途中遇上暗杀 你失手被擒 被严刑逼供 你不从 他们便挑断了你右手的手筋 我点点头 他只错了一句 我不是为了九皇子 是因为他站队了九皇子 我是为了他 我被救出来的时候 谢时安抱着我 恨不能替我受苦 他红着眼安慰我 不能拉弓也没什么 从今后我护着你 谁敢朝你放箭 我定斩下他的双手 往事如烟 我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时安 你别与林三来往了 谢时安有些错愕 为何 我似笑非笑地抬眼看他 我不信 你看不出来 他是个女子 谢时安静默了一会儿 啼笑皆非 莫不是吃醋了 他兄长与我有些交情 托我照顾他 起初确实没认出 他是个女子 我与他光明磊落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静静地看着他 并不说话 谢时安无奈地笑了笑 揉揉我的发顶 行 夫人最大 都依你 谢时安当着我的面 将林三的拜帖退了回去 又写信给林三的兄长 说明原委 谢时安减少了些应酬 日日回来陪我 只是古代并没有什么好的娱乐项目 朝堂之事 他已经不怎么与我说 我困于这方天地 也没什么能分享给他的 于是 我们各自看书 或者逛逛园子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从前恨不得日日黏在一起 如今倒像是例行公事 我们一很久 没有云语 入夜后 两句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身体 难有激情 只能假装温馨 各自睡去 直到有一日 谢时安带回一只小狗 软软白白的一团 比巴掌大不了多少 我看的心都要化了 给他取名叫团子 见你速日无聊 给个小玩意 给你找点事做 免得日日盯着 为府找错处 谢时安笑着调侃 因着团子 我们俩终于也比往日多了一些话 我想 这放在现代 大概就是七年之痒 我倒是不怪他 人之常情 我敲着桌子想 既然他能为我做出一些改变 也许我也该做出一些改变回报他 比如 为生活添点情趣 生辰那日 我约了谢时安去游船 顺便给他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我早早起来梳妆 悄悄地在那里穿上定制的衣衫 仔细描眉涂之 然后拎着亲手做的糕点登船 但谢时安却失约了 说是突然有事 来禀报的长随 一遍又一遍地传达谢时安的歉意 我白白手 心下失望 但也并不打算无理取闹 回府的途中 路过天香楼 腹中饥饿 又想着谢时安爱吃这家的乳哥 便下车准备打包一份回去 因是熟客 小二殷勤地招待我 夫人 谢大人在天字一号包厢 这边请 谢时安 在这里 我顿了顿 心思白转 却只说了句 大人有公事 不必打扰他 我去隔壁包厢就好 我刚刚坐定 便听见谢时安清冷的声音传来 这就是你说的十万火急 性命危在旦夕 紧接着是临三激愤的声音 时安 瓜田里下 临三小姐莫要再纠缠 有桌椅板凳挪动的声音 听起来谢时安起身要走 一阵衣袖摩擦声 放手 谢时安含着怒意呵斥 我不放 我就是要抱着你 有本事你把我推开 临三声音哽咽 谢时安 你明明就喜欢我 为什么不敢面对自己的心 我不在乎名分 朋友也好 丫鬟也好 妾也好 外事也好 只要让我跟在你身边 我都心甘情愿 可是 你别不理我 够了 谢时安急声道 你若在胡闹 我便不客气了 谢时安 你这个懦夫 你敢不敢看着我的眼睛 说你从未对我动过心 良久 我听见了谢时安低声叹息 欲知 你同他年轻的时候很像 一样的明媚张扬 才华横溢 可惜 我并非你的良人 我说你是 你便是 接着又是一阵桌椅移动 衣衫摩擦的声音 我推开门 正巧看见从屋里走出来的谢时安 他衣衫有些凌乱 嘴角还沾了些口汁 他抬眼见我 面色煞白 白白手有些精疲力竭 回去再说 别叫外人看笑话 林玉知末地抬眼望向我 眼中满是极度与不甘 今日他差人送信 说涉及性命 十万火急 我才过去看一看 谢时安一上车就开始解释 你上次说 不会再与他见面 我平静的附属 谢时安沉默片刻 垂下眼帘 抱歉 是我的错 我闭目不言 靠在车壁上 马车摇摇晃晃 车内沉默不语 我恍惚地想 我们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相顾无言的呢 你去睡书房 我丢下一句话回房 开始了单方面的冷战 我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两日后 谢时安终于忍不住 在夜里抱着团子敲门 阿锦 开开门 团子想你了 不开 那我跟团子 只能站在这里等 等到你开门为止 我冷着脸开门 将团子抱进怀里 团子乖巧地蹭了蹭我的下巴 我正要关门 谢时安扶着门挤了进来 将我拢在怀里 无奈地问 阿锦 如今我的地位 还不如团子吗 我看着他委屈神情 有些恍惚 从前他对我 总是很没有安全感 不论我与谁交往 无论男女 他都要暗自比较一番 他与别人在我心中的分量 若是觉得 我对谁太看重 他就会闷闷不乐好一阵 我仔细端向他 他好像变了 又好像没变 我终究还是心软 放他进了门 经此一意 谢时安更是加倍地对我好 其真一宝流水一样 送进我的院子 更是推掉了一切应酬 休目时 带着我去各处郊游 我出门参加夫人们的宴会 人人说起来 都忍不住羡慕 直到皇后的秋日宴 林玉芝落水 谢时安第一个跳下水 将人救了上来 我匆匆赶到的时候 谢时安已经被主家带去换衣服 只剩林玉芝在原地 林玉芝眼中含泪 眼角眉梢却尽是得意 谢夫人 你看见了吗 时安对我并非无情 她早就对我动了心 不过是念着你的恩情 不忍伤你 我比你年轻 比你漂亮 比你家是好 你不过就是比我运气好 比我早一些遇见她罢了 你甚至不能生孩子 你连一个完整的家都给不了她 她没有修你 已经是人之一尽 你怎么有脸一直霸着她 连个妾都不许她呢 不过也无妨 今日她在众人面前救我 与我有了姬夫之亲 皇后娘娘必定念在谢霖两家的脸面 为我赐婚 我扯着嘴角 鸡翘地笑了笑 我第一次见着世家小姐上 赶着给人当妾的 她今日能对你动心 她日便也会对别人动心 这样三心二意的人 我气如必喜 你却视如珍宝 真是可笑 我让人向皇后告了假 跌跌撞撞地走出宫门 牵了一匹马 漫无目的走 不知走了多久 在一处院子边停了下来 那是我们入京后 租住的第一个小院子 那时我全家被前废太子害死 她虽中了探花 但被废太子打压 只在汉林院做了个边修 还日日被上风排挤 她俸禄很少 只够租下这个破院子 前废太子如日中天 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年 那时候她小心翼翼地问我 如果一辈子 都只能做个碌碌无为的边修 只能在这个小院里 粗茶淡饭共度一事 你会不会后悔嫁给我 你不会埋没于此的 我笃定地告诉她 后来 她艰难地折服许久 又孤注一掷 站对了九皇子 九皇子荣登大宝 她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还为我求得了一品告命 她不会再问我后不后悔 因为她觉得 她给我的够多了 谢时安找到我的时候 眉眼间有隐隐的烦躁 你又在闹什么 那是一条人命 不管是谁落水 我都会去救人的 谢时安说的冠冕堂皇 我坐在小院里的石凳上 一眼就看出了 她的口是心非 谢大人运筹帷幄 骆子荐从来都是走一步看十步 你难道没有想过 今日你这一就 皇后娘娘为了两家的脸面 只能将她赐给你 林家不会允许她当妾的 我也不会有除你以外的正气 你不必担心 我只是觉得 她很有趣 很像你从前的样子 你别闹了行吗 谢时安揉了揉眉心 有些不耐 倘若林家同意她做妾呢 倘若 够了 阿锦 我这些年都遵守承诺 守着你一个人 你还要我如何 我挣住了 我没想到有一天 她会用这样不耐烦的语气 跟我说话 时安 你是不是不开心 我仔细端向她的神情 谢时安沉默良久 回道 阿锦 我永远记得你的恩情 我也自认为对你足够好 她没有否认我的话 原来她记得的 不是我的爱 是我的恩情 她觉得 她给我已经足够多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之间需要一笔一笔算得这样清楚了 我木然开口 那如果 我同意你那妾 我看见谢时安的眸子亮了亮 她没有拒绝 仿佛在思考我这句话的真假 我整个人仿佛泡进了冰水里 我不该开口试探的 她如今的态度 打碎了我最后的幻想 我没办法再装成鸵鸟 躲避真相 阿锦 你是我的正妻 我都听你的 这就是答案了 她是愿意那林玉之为妾的 我低声笑起来 落下了一滴泪 好 我明日进宫去向皇后娘娘请指 阿锦 你真的想好了 皇后娘娘没眼含着担忧 当年夺嫡之路凶险 谢时安与九皇子随时都可能没命 我与还是九皇子妃的皇后 时常互相安慰 大家一起苦过来 倒也培养了一些革命友谊 我想好了 娘娘 请下指吧 皇后低声叹了一口气 阿锦 本宫本以为你的结局会不同的 我知道她在感叹什么 她从前也做过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梦 可惜后来成了皇后 不得不接受后宫家例三千 当然是不同的 我至少能仰仗娘娘放我自由 我苦笑一声 朝皇后行了大礼 皇后朝我白白手 容本宫再想想 回到府里 我差人去告诉谢时安 皇后不日会下旨赐婚 虽然赐婚的旨意还没下来 但上面透了口风 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谢首辅耀娜妾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京城 一时间京中各家都蠢蠢欲动 次日出席宫宴 甚至有官员明里案里的 带着家中未出阁的姑娘来 当着我的面自见诊席 谢大人 我这女儿最爱弹琴 听闻谢大人经与此道 特来向大人请教 大人若觉得 他还算入得眼 便带回去调教调教 谢时安看向我 慢调思理的回道 和大人 我后院的是 全凭我夫人做主 我第一次意识到 谢时安面对的诱惑 那样多 他不是生在锦绣箱中的富贵公子 从小看遍了繁华 他是从泥沼里爬上来的很绝色 全是美色 都是食髓之味的东西 他也许抵挡得住一次 两次 但是他能抵挡得住百次 千次吗 况且 他已经动心了 皇后的旨意下来的时候 谢时安正在给我煮红糖浆茶 一份赐婚的一纸 一份合离的一纸 赐婚的一纸 将淋浴之纸 给他做妾室 合离的一纸 许我们夫妻合离 末了又给我赐了一座府邸 皇后娘娘 倒是替我考虑的周全 也算是给我撑腰 我迅速接了纸 连腹中的脚痛 她紧紧攥着我的手腕 满眼不可置信 阿锦 你要与我合离 没错 我点点头 谢时安咬牙切齿地问 那切是你同意的 如今你又来唱这一出 你究竟想怎样 我能怎样呢 我抬眼望着岩上的飞鸟 低声道 不过是 文君有两意 故来相决绝 阿锦 你太理想化了 我虽是首辅 可我身后没有家族支持 在朝中实时独目难知 我需要殷亲的支持 是吗 我记得当年建宁公主 甘愿尾身当平妻 你拒绝皇上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说的 阿锦 也不全是因为我 你不能生育 膝下寂寞 如果能有个孩子 我没想到 他会拿这件事出来说 当年他遭到暗杀 我为他挡刀 刺客的匕首 捅进了我的腹部 我自此不能再生育 我死死盯着他 声音发颤 谢时安 但凡你还有点良心 谢时安这才反应过来 一时有些慌 挤不上前 想拥我入怀 我连连后退 挤不扶着桌角站定 心灰意冷 我去意已决 我们彼此放过吧 谢时安抬手掀翻了桌椅 傅怀紧 你休想 我绝不会跟你合理的 团子吓了一跳 挡到我面前 冲着谢时安狂吠 谢时安 你想抗制吗 唾我躬身抱起团子 冷声与他对峙 谢时安压着滔天的怒意 深深呼吸了几个来回 阿锦 你若不合理 我们一切好谈 你今天若是踏出谢府一步 便在无转环的余地了 你要想清楚 这世上 除了我不会有人在这样迁就你 你嫁我时截然一身 这谢府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产业 你什么也带不走 以何谋生 你身无常计 身子又弱 从未未生计奔波过 你这样的娇花 如果不能养在富贵乡 很快就会凋谢的 谢时安的语气已经暗含了威胁 谢时安是真的忘了 我也曾是能策马晚宫 一人射杀白狼王的女子 这些年虽有些陈科 倒也不至于离了他谢首府的庇护 就活不下去 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已经这样看敌我 我竟然一点也没发觉 我无言以对 唯有转身一步一步 坚定地朝外面走去 团子追着我一路小跑 我停下脚步 抱起团子 心想 我也不算一无是处 至少 我的小狗永远爱我 身后传来谢时安心有不甘的声音 父怀紧 离了我 你能去哪里 我摸摸团子头 低声笑了笑 天大地大 哪里不能去 但其实 我哪里都去不了 因为没钱 跟谢时安和离后 我很是消沉了一阵 皇后当初赏了我一些银子 但总不能坐吃山空 我从前在家中无聊的时候 也学人捣过腌制水粉 研究过炙香 本来想开个铺子 做做女人的生意 但人走茶凉 往日与我热络的各家夫人 纷纷不接我的帖子 更可气的是 连一个好位置的铺子 我都租不到 我自然知道 这是由谢时安的态度决定的 我们在一起十年 他了解 我就如同我了解他那样 所以他知道 即便他不说什么 只要表现出与我决裂 自然有人 帮他堵死了我的路 用我的狼狈 去讨他欢心 我皱着眉 一边思考 还能干点什么 一边尝试着联络系统 看看还有没有办法回家 不是没想过报复他 可是一来我实力不够 二来我不愿意 再在他身上花费时间 你若无情我便休 情爱本就是一场好赌 我输了 便愿赌服输 直到我收到了 见宁公主的帖子 他在京郊别院里 伴赏梅宴 邀请我过去 说来好笑 当年见宁公主 还对谢时安动过心思 想到如今他到来 劝慰我这个曾经的情敌 输给你我心服口服 毕竟你们曾经患难与共 这个林三小 解算怎么回事 还以为谢时安 真是绝世好夫婿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黄嫂叫本宫来开导开导你 本宫也没什么好劝的 走吧 本宫带你去找点乐子 公主府里的面首 站成一排 环匪燕兽 齐齐向我们行礼的时候 我真是惊得下巴都喝不上了 你体验过乱花剑 玉迷人眼的快乐 就不会再执着于那个人了 剑宁公主 一副过来人的口气 我服额苦笑了一声 多谢公主 我怕是无福消受 傅怀锦 你是不是傻呀 他谢时安能搞三点四 你找两个面首 伺候怎么了 我叹了一口气 实在家中不宽裕 公主与其送我面首 还不如送我一点生财的路子 公主想了想到 本宫手头倒是有个闲置的铺子 从前在黄嫂那里 用过你做的香路 一直很喜欢 不如本宫出铺子 你出香路 等你有了本钱 再想想做点什么其他的 我连连道谢 最后走的时候 剑宁公主 还是把那面首强塞给了我 她一路跟着 我走到家门口 我摆摆手让她走 她却跪下来 公主将奴给了夫人 奴便是夫人的人 夫人不许奴进去 奴便只能在门口常跪不起 我叹了口气 你叫什么名字 她仰起头来 眼神里满是青木 奴叫李木 你想要什么 想留在夫人身边 服侍夫人 假话 但是动听 也许公主说得对 如果我此生都没办回去 至少要活得开心自艺一些 也不枉费 我来人间走一遭 李木很懂事 我一个眼神 她便知我的心意 偏冷加一 物食凉茶 三餐暗食 她接管了我生活中 零零碎碎的各种事情 把团子也照顾得很好 我无聊的时候 她甚至会给我讲话本子 我也是这时候才知道 她是读过书的 李木是前朝最沉的侄子 全家受牵连入狱 入了奴籍 她文章不错 如果参加科举 应该能有个不错的名次 她如此殷勤对我 我自然头套报礼 我允诺她 找个机会 请公主替她消了奴籍 又让她平时可以随意进出书房看书 她跪下行大礼 我抱着团子轻笑 你好好读书 要是能考个状元出来 便是给我最大的礼物了 我到底还是对过往憋着一口气 谢时安迎娶林玉芝的仪式很盛大 虽然是妾 却比普通人家的迎娶正妻的仪式还铺张 经中一时流言纷纷 有人说 这是首府给安平红面子 从此后两家一戎俱容 也有人说首府大人爱极了林三小姐 甚至愿意为了她 不惜与多年的结发妻子合理 但更多的人还是说 首府原配夫人善妒 七年无所出 何该被修 如今只是合理 已经是首府念旧情 给她留脸面了 过一阵 流言又变了趋势 都说首府如何宠爱林三小姐 为她一掷千金买画本 为她三顾茅庐 请了采之斋的点心师傅入府 专给她一个人做点心 更是时时都要将人带在身旁 嘘寒问暖 简直是捧在手心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惊中的贵妇们将林玉之簇拥在中心 大声地夸赞着 谢时安对她有多好 一双双眼睛却又都看向我 想看我出丑失态 我并不理会他们 只带着李牧匆匆朝公主府的正厅走去 今日是公主的生辰 我不想给她惹事 公主说生辰上要举办师会 嘱咐我带上李牧 多亏了李牧 倒是让我在师会上不至于太丢脸 李牧话虽不多 却将我照顾得很妥贴 看得公主频频点头 相貌英俊 文采也好 若不是她出身太差 配你倒是也不错 我趁机求公主 那不如公主给她削了奴级 若她参加科举 能得个一官半职 我也多一份助力 公主挑眉看了我半赏 点头允了 我看见李牧藏在袖中的手微微发抖 连忙笑着提醒她 还不谢过公主大恩 我跟公主的笑谈 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 坊间都传 那个与谢首府和黎妇夫人 日日戴着小白脸 还求公主为她削了奴级 说日后考了一官半职 就要嫁给她 我不以为意 没想到 谢时安先按捺不住了 我在家门口 看见一辆熟悉的马车 谢时安掀起帘子 居高临下的目光越过我 落在我身后的李牧身上 彼时 他正帮我拎着一堆 从集市上买来的小零碎 谢时安目光轻蔑地开口 一个以色试人的面首 还妄图参加科举 实乃文人之耻 我瞬间就明白了 谢时安的意图 他是当朝首府 他说李牧是文人之耻 便是断了他的仕途 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 我眼见着李牧的脸 一寸一寸地白了下去 我昨日已经放他出府 今日不过恰好遇见 天色已晚 他不放心 非要送我回来 我迅速挡在李牧身前 王侯将向宁有种呼 说起来 谢首府从前也不过 是我附加的家奴 我成功看见谢时安的脸 也一寸一寸地沉了下去 他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眼中翻滚着怒气 山雨欲来 我不想让李牧 卷入我们的恩怨 挥挥手让他先走 谢时安沉着脸 从车上跳下来 副手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他站在朦胧的月色里 我已经能闻到 他身上浓浓的酒气 我目不斜视地 静止从他身边走过去 他有什么好 在快要进门的时候 他忽然攥住了我的手腕 将我抵在巷子口的墙上 阿锦 你怎么能挡在他面前 为了他凶我 从前 你都是站在我身边的 谢时安神色激动起来 是啊 从前他被我三哥虐打的时候 我挡在他面前 将我三哥骂得狗血淋头 后来刺客的剑刺向他的时候 我挡在他面前 凶狠地将剑插入刺客的胸口 你也说了 那是从前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其他人都可以那切 我却不行 阿锦 我没有喜欢别人 林玉芝对我来说 不过是个宠物 是个逗趣的新鲜玩意儿 你不喜欢 我不要就是了 你回来我身边 我们像从前一样 好不好 谢时安温热的酒气 喷在我的脸上 下一秒 他强势地吻了下来 我犯起一阵恶心 狠狠地咬住他的舌头 他吃痛松开我 吐了一口血出来 滚 我卯足力气 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谢时安被打得偏过头 他后退一步 擦了擦唇脚的血迹 低笑一声 阿锦 你会回来的 做梦 我一脚踢在他的腹部 夫君 林玉芝骑马匆匆赶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我们 你这是在 做什么 他骑的是我从前最爱的一匹马 我没想到 谢时安连我的小马都给了他 我不再看他两人 趁机挣脱开来 匆匆进了门 团子闻到谢时安的气味 一直在挠门 我惊魂未定地将团子薅到怀里 狠狠揉了两把 谢时安果然阴魂不散 先是府中的下人纷纷请辞 院子里一下子空荡荡的 逼得的我 只能自己烧火做饭 随后 谢时安又以保护我为名 强硬地安排了两个护卫 守在我门口 我若出门 他们便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好好的一个府邸 生生被谢时安围成了冷宫 从前我只盼着他 权势越高越好 这样就没人能再欺负我们 谁知道有一天 这权势会压到我身上 成为他欺负我的手段 这上京我是待不下去了 我沉着脸向公主府递了帖子 公主接了帖子 却也到明了难处 本宫虽是公主 但终究是女子 谢时安在前朝是大 皇兄又已中他 本宫也得避其锋芒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大概也是一时气不过 我想着倒不如把那圈花铺子关了 把银子分一分 我去外地躲一阵 兴许过些日子 他便忘了这件事了 公主沉吟半赏 送你出城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是你孤身一人 怕是不安全 我大喜 不妨是 我扮作男子便是 公主很快便将我混在商队里 送我出了城 我先开马车的帘子 与团子一同回望上京的城门 想起当年我与谢时换入城的情形 只觉得一切都像一场遥远的梦 傅夫人 要不要歇一歇李牧的声音隔着帘子传来 我垂了眼 李牧是这个出逃计划唯一的意外 我没想到 他竟然会扮成马夫 跟着我出来 我好言好语劝了几遍 他都不肯回去 我只能强硬道 我不需要一个马夫 我只需花点银子 就会有无数的马夫供我驱使 我需要的是一个有功名 有权势的盟友 你若做不到 便当我们从来没相识过 李牧紧紧抿着嘴唇 好半天才点头 傅夫人教训的事 只是 今日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重逢 至少让我送你到瓜州渡口 见他服软 我也见好就收 谁知道走到半途 忽然有阵阵马蹄声响起 我们的马车猛地停了下来 我心下一沉 瓜州渡口 距离上京不远 我们又走得关道 按理说 不应该有马贼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外面响起了李牧的闷哼声 紧接着 谢时欢的声音响起来 同情人私奔 阿锦 你如今可是长本事了 疏人不疏阵 我扬声道 男为婚女为嫁 我无父母高堂 终身大事能自己做主 这怎么能叫私奔呢 谢时安慢条斯理地掀开车帘 对我伸出手 阿锦 跟我回去 我抱着团子 不动如山 若我说不呢 谢时安仿佛听见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缓缓勾起了嘴角 阿锦 是不是我在你面前太过温良 以至于让你忘了 我从来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我最终还是被逼着回了谢府 因为谢时安用李牧的安危威胁我 你倒是肯愿意 为了他牺牲 谢时安冷笑 捏着缰绳的纸节隐隐泛白 谢时安将我安置在从前的院子里便走了 第二日 我正陪着团子在院子里溜弯 没想到林玉芝静沉不住气 上门了 团子回到熟悉的地方 有些激动 一下欢拖地扑到林玉芝身上 林玉芝吓了一跳 身后的侍卫立刻上前 抓住了团子 我上前想要回团子 却被林玉芝拦住了去路 我皱着眉 你想做什么 林玉芝并不回我 而是一意然走进正厅 不客气地坐到主位上 他抬头打量了一番 这正愿就是好 见我不作声 他继续道 这只畜生惊扰了我 我要处置他 姐姐没有意见吧 你敢 我大怒 林玉芝歪头笑了笑 我当然敢 毕竟 我现在才是谢府的女主人 一条畜生 杀了就杀了 说着 就像一旁的侍卫使眼色 眼见那侍卫就要对团子下手 我左手从另一个侍卫腰间抽出刀来 一把砍向对团子下手的侍卫 可惜今年不动武 不一会儿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团子大叫着挡在我面前 被那侍卫抬脚就要踢 助手 谢时安的声音响起来 他急不走过来 将团子抱在怀里 谁给你们的胆子 对夫人动手 都给我滚去外面跪着 夫君林玉芝惨白了眼 盈盈含泪 谢时安一个眼封都没有给他 竟只走到我身边 低声道 阿锦 我无暇理他 只抱着 轻声安抚 谢时安几次与我搭话 我都不理会 他终于失了耐心 让人把团子带了下去 我倍感厌烦 厌无名惶惶地写在脸上 谢时安脸色渐渐沉了下去 阿锦 别那样看着我 谢时安恨声道 你若想报仇 凭现在的你是做不到的 经此一意 你当知道 没有权势 便只能任人宰割 谢时安从身后抱住我 没错 林玉芝敢对你动手 仗的是我的事 但这份事 本来是你的 阿锦 回来我身边 正妻之位 我一直给你留着 你是正妻 他便是你的奴才 还有今天那两个侍卫 要杀要打 不是全凭你一句话 我看着谢时安 忽然觉得 他的样子好陌生 他说起一个人 就像说起一个误件 我终于意识到 他是当朝首府 是手握声杀大权的权臣 不再是当年努力读书 只为不被人欺负的少年 我那一晚 几乎是从谢时安身边逃开的 他让我觉得可怕 也许被我的厌恶伤到了自尊 此后几日 他都没再出现 倒是从前服侍我的丫鬟 日日在我面前来诉说 谢时安有多风流 夫人是不知道 大人前日带回来一位 叫玉娘的女子 那女子可真奢侈 说撕扇子的声音好听 大人便命人 将家中的扇子都搜罗出来 让她撕着玩 昨日玉娘说 想吃什么水果冰沙 今日大人就让人送了 满满两大筐各色果子和冰块 去兰芝院里 听闻大人再往仙楼 给那花魁娘子一掷千金 那南海的珊瑚 东海的珍珠 流水式的送 你这样羡慕 不如你也自荐整席 去搏个姨娘做一做 我摸着团子头 含笑看着她 夫人 奴婢不敢 那丫鬟连忙跪下来 别紧张 我知道这些都是谢时安让你说的 你也帮我传句话给她 我不在乎 我轻笑一声 我不在乎她娶临姨娘 还是玉姨娘 也不在乎她要宠幸哪位花魁 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打算 和最坏的打算 我捏了捏手中纸包里的毒药 这本是我打算带在路上防身的 我并不想走到鱼死网破这一步 但不自由 无宁死 端看死的是谁了 当天夜里 谢时安满身酒气 跌跌撞撞地来了我的院子 她满目星红 面带祈求地望着我 阿锦 你怎么能不在乎我 阿锦 我知道错了 和离后 他们送来过各式各样的美人 可是我都兴致样样 因为他们一点都不像你 阿锦 我终于明白 我心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你 我没有碰过其他女人 包括林玉芝 那时候你身边有了李牧 你不知道我有多嫉妒 我只能假装宠爱林玉芝 好叫你吃醋 可你迟迟不来找我 仿佛忘了我 甚至要跟李牧一起离开上京 阿锦 你怎么能跟别人在一起 你怎么能这样头 也不回地离开我 我摇摇头 端了杯茶地给她 你至今仍旧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 你第一处错 错在失约 你对林玉芝 是动心过的 如果我没有离开 你此刻也就心安理得地 坐享其人之福了 你第二处错 错在轻视 也许你自己没有发现 你从心底开始 渐渐将自己当成上位者 你在看低我 你的爱变成了上位者 对下位者的恩赐 你渐渐忘了 我们在灵魂上 是平等的这件事 你的第三处错 错在不尊重 在你想要亡羊补牢时 首先想到的是 妄图用上位者的权势逼迫我 而非真心尊重我 呵护我 从前你认可我的观念 许我平等和尊重 如今你已经被权势迷了眼 你对我来说 与这里的任何一个男人 没有什么不同 在我的家乡 有句话叫三观不合 所有合理的人 都逃不过这四个字 算了吧石安 花花世界那么好 你实在不必为了我放弃 你放过我 也是放过你自己 不行 谢石安忽然激动起来 我只是看人人都有三七四妾 我已未及人臣 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真的只是一时好奇 可我最终也没做什么 你怎么能就此给我判了死刑 见他如此明顽不灵 我知道多说无意 我垂了眼 你喝口茶 冷静一下 谢石安将茶杯重重地 往桌上一放 一把拉住我 阿锦 你当真不原谅我 我眉心跳了一下 心平气和地回 我家乡还有一句话 叫覆水难收 那我倒是偏要收 谢石安冷笑一声 猛地将我抱起来 扔到床上 然后俯身上来 想霸王硬上弓 我终于开始慌了 我一边剧烈挣扎 一边吏声制止他 谢石安 别让我恨你 谢石安顿了顿 自嘲地笑了笑 你要恨便恨吧 恨总比不在乎好 我在他停顿的间隙中 摸到了自己的发簪 狠狠地扎在他的肩上 趁他吃痛的瞬间 滚下床 将身旁的茶壶先翻在地 然后抓起碎片 对准自己的脖子 阿锦 谢石安焦急地开口 是我不对 求你 先把这碎片放下来 碎片割破了我的手掌 鲜血顺着我的手腕弯蜒而下 我因为刚才的剧烈动作 大口喘气 正在此刻 我听见了一个天籁之音 检测到小世界男主 强烈情绪波动 检测到宿主 强烈脱离世界的愿望 检测到宿主 尚未使用脱离世界的机会 该全线上在有效期内 是否启动脱离世界程序 启动启动 我在脑海中激动地大喊 检测到灵魂附着物 该附着物不影响脱离世界程序 脱离程序正常启动 一阵剧烈的眩晕感席卷而来 我最后看见的 是谢石安仓皇又绝望的眼睛 翻外谢石安视角 那个叫做系统的奇怪的声音响起来 阿锦的神情瞬间变得激动 我大致听明白 那个系统 便是能带阿锦回到家乡的东西 听到阿锦说启动的那一刻 我的心脏骤停 我没想到 阿锦会离开的那样毅然决然 不 阿锦 你扔下我 你答应过永远陪着我的 我绝望地大喊 一阵剧烈的眩晕席卷而来 我恍惚听见那个系统说 检测到宿主与男主灵魂高度绑定 判定男主灵魂为宿主的附着物 启动脱离小世界程序 我再次睁眼的时候 阿锦正躺在床上 我高悬的心安定下来 伸手想触碰他 手却从他的脸庞穿了过去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灵魂 阿锦的眼睛动了动 忽然他睁开了眼睛 他环顾四周 忽然露出一个惊喜的表情 天啊 我真的回来了 我这才知道 这就是阿锦的家乡 阿锦从前一直念着他的家乡 我心里其实是不以为意的 我总想着 我已经慰及人臣 我能给他的 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他的家乡再好 能好到哪里去呢哟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是我粗鼻浅漏了 我从来不知道 有一个世界 可以这样安定 富足 自由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人真的可以像神仙一样 上天入海 千里传音 我从前自鸣得意的零罗绸缎 真羞美味 珠宝首饰 这里遍地都是 毫不稀奇 我从前以为他是因为我 才能享受到 这世上最好的东西 现在我才知道 明明是他为了我 放弃了那么多好东西 我忽然想起那一年 阿锦红卓眼跟我说 谢时安 你绝对不知道 我为了你放弃了多重要的东西 我还以为 我给他的荣华富贵 足够补偿他 我真是无知又可笑 况且 我的阿锦要的 也从来都不是荣华富贵 阿锦回来一个月 笑的次数 比他跟我在一起的后面三年 所有的笑容加起来都多 我看见他住在一个 小而温馨的公寓里 像一个快乐的小松鼠 每天活力满满地到处闲逛 扶老人过马路 给哭泣的路人地纸巾 蹦蹦跳跳地去买菜 然后每天睡觉前 打开自己的银行账户 偷偷地傻笑 我跟着阿锦飘飘荡荡 看见他的生活 慢慢走上正轨 找到了一个在家办公的工作 跟楼上的邻居成为了朋友 背着包去四处旅行 我渐渐开始感激那个系统 能让我这样看着他一辈子 我也心满意足了 直到那天 他餐厅里撞上了一个男人 手里的奶茶 撒到了男人身上 我敏锐地感受到了 那个男人对他的兴趣 他看他的眼神 我实在在熟悉不过 我看见他扶着阿锦 问他要电话号码 然后邀请他共进晚餐 我看见他跟那个男人 言笑艳艳 相谈甚欢 我的灵魂都在颤抖 我害怕有一天 我要眼睁睁 他与另一个男人坠入爱河 共度一生 男人为他制造了很多惊喜 跑遍全城 买一本他喜欢的绝版书 为他写一个提醒喝水的小程序 陪他一件一件 去做他备忘录里 想要做的事情 一开始 他问 今天我能升级成男朋友吗 他笑着说 还差点积分 可他丝毫不气馁 总是见缝插真的问 终于在他生辰那天 他去学习煮了一碗长生面 他捧着面碗 含笑点头 他克制又汹涌地吻了他 苦痛快要将我撕碎 我疯狂地祈求上仓 然后系统再次出现了 我求他 让我出现在这个世界 让我有机会能去挽回他 系统应允了我的请求 我成为了一个18线的演员 我成为演员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我的一名改成谢时欢 我一边演戏 一边参加各种酒局 跟我合作过的人都说 没有见过我这么拼 又这么能放低身段的演员 只有我知道 我快要来不及了 索性我很快火了 我开始频繁拿奖 我的海报出现在大街小巷 我站在了聚光灯中央 变得万众瞩目 我以为 他很快会注意到我的名字 会看见我 就算我面貌有了变化 他应该能猜到是我 可是他一直没有来找过我 我思来想去 难道是他没认出我 还是我站得太高了 重重粉丝将他和我隔绝开 他没办法来到我身边 没关系 他不来找我 那我便去找他 我立刻找来策划师 策划了最盛大的告白仪式 通过重重关系 将他骗来我的演唱会 然后 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 对着他单膝下跪 阿锦 做我女朋友 好不好 他的神情有些困惑 又有些好笑 谢时安 阿锦 是我 我有些忐忑 不知道这个相貌 是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你是不是没有认出我 他微笑着摇摇头 我一开始就猜到是你了 毕竟脱离小世界的时候 系统的提示那么明显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心中发酸 声音都带上了委屈 是我站得不够高吗 谢时安 我已经结婚了 他抬手 给我看无名纸上的戒指 他不过就是一个 普通的程序员 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的一切我急切地说 可是我爱他呀 我被当作平等的灵魂爱着 在这种被爱的尊重 认同和接纳里 我成为了一个 更完整的自我 祝你有一天能明白 且学会这样的爱 在阿锦温柔的声音里 我的世界轰然倒塌 碎成鸡粉